在泰国要注意的几个点就是 无论在泰国旅游还是在泰国生活 今天的视频满满干活 相信看完之后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好了 让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 这一期呢我们来再讲一下 就是在泰国 就是平时有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说跟泰国人交流接触啊什么的 然后主要的话还是邀请我们的校 大家好 我叫小石头 在泰国要注意的几个点就是 首先他们是佛教国家 然后你进入寺庙的话 一定要脱鞋 然后你进入泰国别人的家庭 一定要脱鞋 因为他们这边很爱干净 然后还有穿着的话 尽量就是像学生校服校群 一定要过膝盖啊 进寺庙也要过膝盖 然后你买个东西什么的 就是一定要有礼貌的 跟人家说谢谢 就是在泰国人眼里 谢谢是非常重要的 很礼貌的 就是像中国可能就比较客套了 对对对 所有场合都可以说谢谢 对 就 Interesting 就好像说 就他们看这边的那个吃的耳朵 很不干净 你有吃坏肚子过吗 吃饭面有 就是泰国人他们很多吃的 他们会拿那个塑料袋打包 就是那些很热的汤 他们都用塑料袋打包 所以吃饭的时候尽量在店里吃 就是不要打包 这个要注意的 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我要郑重提示一下 来这边的游玩的这些烟民 他们泰国人他们不会边走路边抽烟这样的 对因为在泰国抽烟是不太好的 你可以抽烟 但是必须要在没有屋顶的地方抽烟 就是你上面不能有东西的 所以他们酒店室内的话一般也不会抽烟 然后他们如果你边走边抽烟的话 他们也会就这样一样的眼光来看你的 就是他们不会在这种公共场合就这样抽烟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吸烟区或者是你专门有一个地方 据说在这边抽烟 如果在家里边有老婆 然后这边你在抽烟 好像还算家暴的 那我刚之前有文章写 对不对 还有一个如果要买酒的话 它是有时间规定的 就你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买 如果太晚了它也不买 太早了它也不买 就中午那段时间才可以买到酒 哦 看完视频觉得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分享 订阅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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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